探尋古佬失傳秘術 規探玄妙天地人間 歡迎收聽喜馬拉雅FM 出品的奇趣圓幻小說 失傳秘術 趕蟲詩 語版 作者哈姆曹灣 播講曉奇 第六把十四章 擊殺巨獸 上次講到我感覺到巨獸軍團又要攻過來 王山寺這個時候 第一個在帳範出來 吹響了一支浩角 在這聲浩角之後 誰都不敢抬慢 各自很快出出帳篷 在元帥帳前集合了 王山寺看到我們的人也不算少 馬上招呼 你們都要過來放血 一人給小刀給他們 因為偉鹿是大兔婆 我對王山寺說 偉鹿就算了 我們全部過去 一起和你們抵禦敵人 由於現在形勢很緊迫 今次王山寺沒有說什麼 接著有人給我們一些刀子 一人一把 在人群的蓄勇之下 將我們推到陣前面 有人是專門負責推寶機 也有人專門鋪那條很特殊的牆 所有人都是一字排開 那條牆好像是管那樣 每隔一段距離 就會有一個小漏斗 每個人都站在這個小漏斗旁邊 站在陣前去看這支巨獸軍團 更加覺得很震撼 前面那隻巨獸實在太大隻了 我一定要搖頭才能見到他 那隻巨獸大喊一聲 我全身上下全都震了 接著聞到一層很腥臭的狂風 不過 由於這次大家行動很快 巨獸軍團離營地還有一段距離 黃山寺一聲令下 叫大家各手腕放血 大多數人根本就不用用刀 因為這次巨獸軍團攻過來 來了一次沒隔多久 他們的傷口不可能在這麼短的時間內便可以康復 用手腕下 還可以支出血 而我們一定要用刀 我把刀子拿在手中 閉上眼睛向手腕割過去 這是我第一次這樣割手腕 原來是要很大勇氣的 一點也不簡單 若不是因為我看到那隻巨獸實在太可怕 也拿不到這個決心 不過 我還是不可以像他們這樣 把刀子割得這麼深 這群人中 有些人好像生無可戀 對自己下手很狠 可能是因為黃山寺的要求 總之我只割了一個很小的傷口 按著手腕擠了一下 大概擠了四五滴血出來 那種漏斗是由某種骨頭弄成的 神奇地方就在於那樣東西是不會儲血的 那些血株好像是荷葉上的雨水那樣 全部滾進那條腸管裡 在這時候巨獸軍團來到鎮前面 眼看著馬祖要攻進來 寶基突然之間激發出一片強光 射向了整個巨獸軍團 和之前一樣那些紅光絲絲扭扭 互相糾纏在打那些野獸 沒那麼久之後 突然有一道光柱好像是手電筒那麼粗 由寶基突然激發出來 直接射過去巨獸那邊 兒子射中巨獸之後 那條光柱還貫穿了巨獸的前胸 接著有一陣很巨大的血柱噴湧出來 在天空下落了一陣血雨 那隻巨獸整個塌下 激起的塵土多得可以遮天閉日 而在這時候 那群野獸沒有了首領 四周走走了 我看著這巨獸巨大的身體 心想 黃山寺他們這群人真是有些手段 這場仗勉強將這隻巨獸打倒了 不過轉頭一想也不太對 如果他們早有這樣的本事 可以搞到這麼慘嗎? 那群巨獸軍團現在沒有了首領 全都散了 遠處煙塵滾滾走得很遠 我剛想問問段成武 想知道他們是怎樣殺死巨獸的 結果現場三百多人 全用很出奇的目光看著我們 看到我突然覺得 好像我們做錯事一樣 我們參加這次戰鬥 是被黃山寺叫過來的 沒有做錯什麼 難道嫌我們趨越出得少? 不少的 我看見航母道手腕上的血巴巴聲扭 我自己是擠得少些 難道是因為我擠得少搞磨整件事? 或者今次可以消滅整個巨獸軍團 就是因為我擠得少了 搞磨整件事? 不是吧? 如果真的這樣 之前黃山寺肯定會叮捉我們 之前完全不說 但事後馬後跑 不會是這樣的吧? 在我亂想事的時候 黃山寺在旁邊觀察著寶基 突然開口就說 夾身蠔漏豆 是誰放的血呀? 什麼? 那些漏豆上還有編碼嗎? 我做什麼也無法注意到的 我接著扶起自己的漏豆看了一下 看到漏豆旁邊 果然是寫著號碼的 我仔細看了一下 我這個漏豆就是夾身蠔 我心想糟了 果然就是我 那不用說了 既然找到我了 我就知道自己偷懶 放少了幾滴血 那乾脆承認算吧 於是我開口說 哦 我就是夾身蠔 我確實對不起大家 我放血放得 可能有點少 主要是第一次用把刀 去割手腕 拿不到手 希望大家原諒我 我這句話一出口 現場馬上含含聲在議論紛紛 而我聽到最多的說話居然是 人不可以茂想 年紀輕輕就可以這麼厲害之類 黃先生見到大家的議論紛紛 用紙頭點著我便說 黃德老 你跟我來吧 然後對著大家又大聲喊 你們吵什麼吵呀 全部和我回去呀 大家這樣才懶洋洋離開了 我見黃先生進了那個元帥帳篷 準備進去吧 見到我班人站在外面 動也不動 我對康拿山人就說 散人呀 你陪我進去吧 萬一我被他殺死了 那怎麼辦呀 康拿山人微微笑了一下 然後說 你是真不知道還是假不知道呀 你的血殺死了巨獸呀 他多謝你也來不及來 怎會殺了你呢 被康拿山人這樣提醒 我突然想起來 我是三月初三出生的人 我的血有特殊作用 當作老蝦毛便用我的血去破了雪玲珑的蟲法 當然啦 那次是和一隻黃酌魚蛋結合的 所以作用看下去就不算特別大 最起碼是三寫雪玲珑 但今次和寶基結合 平台不一樣威力就不一樣 一定就是這樣了 於是我帶著膽 跟著黃先生進了那個元帥帳篷 黃先生這時候坐在正宗的元帥椅上 我看得出他很開心 忍不著笑地問我話 哈哈 你應該是三月初三出生的了 果然和我想的是一樣的 黃先生知道三月初三出生的人 那些血很特別 這個人的人品雖然不多點 但他的手段盜門確實很厲害 我知道的東西他肯定全都知道 我就進了頭 黃先生又跟著說 看不出你還是個趕蟲人 身上的蟲氣很重 寶基全都顯現出來了 我心想這塊寶基真是神通 好像一台測血兒一樣 什麼都可以看出來 黃先生又繼續說 你幹什麼不早點說啊 我聽到之後就好笑了 接著說 蛤?我進來什麼都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自己的血可以激發寶基的 比我想起 黃先生明昆明茨靠了頭 跟著說 其實我都沒有想到 3月初三出生的人 這些血要對保機超過這麼大的影響 這是我們第一次殺死磅外十八獸 有你在這裡,我們可以打回大本營吧 我就問他,荒外十八獸是什麼? 黃先生就說 就是這裡帶頭的十八隻奇獸 很厲害的 剛才殺死的那隻,排名第十八 是最沒用的那隻 我看得出,黃先生說這些話的時候 語氣中開始有了尊重 甚至有些討好我的意思 因為我令到他見到希望,見到曙光 但是我就不可以長期留在這裡 我還有松怪要處理 我估計松怪不想留在方外寶經裡面 不因為其他東西 就因為他打不過這些巨獸軍團 再留在我們那邊清黃清霸比較好 他們擁有的寶機是一件很重要的寶貝 這件事太厲害了 這群人放棄了自己的手段墮門 一心一意去用這個寶機 我講明了這件事很有價值 如果我借走了這個寶機去殺蟲怪 或者很容易就可以殺死蟲怪 不過我也知道 這個時候他們絕不可能借寶機給我 我一借走,這邊全部玩完了 如果我留下和他們一起打回大本營 去到那時候都算是立了大功 借寶機也不難 關鍵是我確定不到 何時才能打回大本營 不用太久了,只需要十幾天的時間 松怪就可以在門外 把我們的世界全部毀滅 所以我就不可以留下 我首先要去解決松怪 松怪不解決始終是後患 所以我對黃先生說 你的意思我明白 這個忙我肯定要幫 不過就不是現在 等我先除了松怪 然後再回來找你們吧 黃先生一聽到我這樣說 他整臉表情馬上陰沉了 然後說 你這真是刁難我 我這裏是什麽狀況你見不到嗎 就差你這樣的人 你現在趴趴屁股走了 我怎辦 我聽到這句話真是很生氣 這個人太自私自利 一開初還說要殺我們 是我們自己主動留下來幫忙的 又幫他買羊,又幫他殺巨獸 他一句多謝都沒有 反而用道德來要脅我 他也不算道德,只不過是自私 於是我就說 你這邊的情況我知道 但我那邊的情況你知不知 如果我沒有及時去殺死松怪 有多少人要死,你知不清楚 我跟著你打到你們大本營 那邊的世界可能就毀滅了 你知不知 但黃先生這時候 好生氣拍了張台大聲說 我不管 你呀,你現在就是我的人 看見他這樣,我就心想 難怪他把手下的人管成現在這樣 在他手下,如果是我,我也想走老 這個人太討厭了 於是我就說 你如果強行把我留下 我就和你打過 有本事你是打死我 永遠打不回到你的大本營 黃先生冷冷哼了一聲,然後說 嘩,黃德佬,你不要以為全天下 得你自己是三月初三出生的 我就回他說 沒錯,三月初三出生的人大把 但是三月初三出生的趕蟲人 只有我一個 你的寶機顯示了我有兩件很特別的東西 第一樣就是三月初三出生的血 第二樣就是全身都是蟲氣 我就猜兩樣東西缺一不可 你想打回大本營 即是夠求我了 還夠膽逼我? 黃先生一聽,沙片疾了一下 我都看出了 他說話的語氣馬上緩和了很多 然後說 哎呀,你看看你看看 年輕人心火旺 有什麼話好好地說 你想先去解決你的事情 這樣也行 但是你怎樣令我相信 你還會回來呢? 我聽到之後更加激起 我憑什麼要你相信我 我會回頭,我又沒有欠你 但是我還是盡量扮到很大方問她 那你想怎樣? 黃先生又說 我想留下那個大兔婆做人質 等你回來 而賺的鎮屎 我敢和好方昌跑回來 站在營地骨骼外面 對著康拿西人大聲喊 你們快點過來 糟了糟了,出事了 本集已經播講完畢 多謝你的收聽